好的 鲜鱼各位观众朋友 这样试试天气大家再忍耐一下下 因为月晚过后到明天呢 各地都是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呢我们说到今天的天气 说到冷空气 也我们说东北季风 再加上水气比较偏多的影响 今天北台湾一整天湿湿凉凉的 今天全台各地的高温 带您来看到北部地区呢 白天高温只有19到20度 一整天可以说都是 是在20度以下的一个温度 偏凉的 偏冷一点点的感觉 而台中市也只有22度上下的一个温度 只有高平地区呢比较温暖 来到了29 30度的高温 花东地区落在25到27度 离岛的部分呢 澎湖 金门 马祖 这是落在20度上下的一个温度 也因为水气比较偏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累积到现在的累积有量 各地的降雨区域呢蛮广的 包括了整个新竹 宜北 还有宜兰跟花莲 一整天呢断断续续 都有一些飘雨的状况 还有中部山区 但是留意到这样的累积有量图 都出现蓝色区块 也就是说呢 这样累积有量没有到太多 一整天下来 大约是10到15毫米左右而已 重点是现在的水气已经开始减少 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没有什么降雨了 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的8点钟 你可以看到呢 降雨越来越少 只剩下呢 北部地区 还有中南部山区 以及花东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而已 来到明天白天过后呢 电量降水预测图 但你看得更清楚 雨量更少了 这是明天白天 这是明天晚上 是不是各地都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 我们说到有冷空气水气又变少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明天的清晨 请观众朋友 一定要留意 辐射冷却效应 温度会比今天还要来得更低 因为明天冷空气还在影响我们 温度曲线 我们先来关心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你可以看到明天水气开始减少 但是东北季风持续吹拂之下呢 虽然冷空气还在影响 但是呢云层一少呢 太阳直射 白天的高温 持续的回暖 22到25度 我们要注意到是明天清晨的温度 还有周五清晨的温度 一定要留意 虽然这波冷空气没有到冷气团的等级 但是加上辐射冷却效应 会不会来到冷气团的程度呢 这个部分一定要提醒观众朋友留意了 平均值呢 北部东北部地区可能出现14度的清晨低温 可能局部地区还会出现12度的低温 非常可怕 提醒大家这样呢 冷的感觉呢 明天清晨 还有周五的清晨 还是会十分的明显 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中部地区呢 一样也要留意低温 南台湾也是一样的状况 但是呢 南部地区日夜温差 依旧是观众朋友要留意的重点 因为白天高温都来的比较暖热一点点 平均值可以来到26到28度 夜晚清晨呢 在19到21度左右的一个温度 那大家会说啊 雨要开始趋缓了 那这一波冷空气什么时候开始减弱 亚洲运渔图就进一步带用来看了 预计这一波冷空气呢 也要到周五的白天开始 你可以看到风场转变了 转吹偏东风 甚至是偏南风的环境 各地的温度才会明显的回暖回来 而这样的好天气 从周五的白天 会一路延续到周末假期 紧接着明天各地的温度 要提供给你 北部地区明天白天高温开始回暖 白天高温可以来到20到23度 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要留意 清晨的低温 南台湾的部分日夜温差大 空气品质也要注意 东半部地区明天清晨的温度 只有14到17度 李老地区的观众朋友 沿岸的风浪还是比较偏强 要留意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 敬善敬美